俗话说人士铁饭是钢 如果说让士兵在战场上填饱肚子 这是直接关系到战斗力的头种大事 所以我们看各国都是不惜耗费巨资 研制出了种类繁多的一些像罐头压缩饼干 这样一些军用食品 但是不管是军用罐头还是压缩饼干 都存在说口感不太好 加热困难的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二战之后 各国又研制出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军用食品 就是单兵战斗口粮 那么所谓的单兵战斗口粮究竟是什么样的 2014年3月29日 据媒体报道 乌克兰分类信息网站上 出现了出售美国对乌克兰军员口粮的信息 引发点击量几组飙升 原来就在几天前 首批美国承诺对乌克兰援助的M2E单兵战斗口粮 终于抵达基辅 M2E是美军陆海空三军标配的单兵口粮 主要用于士兵在作战过程中冲击 美国政府此次对乌克兰援助 共计33万份M2E单兵战斗口粮 合计25000箱 这批数量不多的口粮 将专用于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队 而较早前 乌克兰总参谋部代表也表示 该批援助将会首先分发给后勤部队 再由他们运务前线 可是3月29日 就在首批美军M2E单兵战斗口粮 刚刚抵达的时候 乌克兰分类信息网站上 就出现了出售美国对乌克兰军员口粮的信息 据媒体报道 每份美军M2E口粮 在乌克兰网站上售价为 109到142克里夫纳 约合10至15美元 乌克兰媒体还注意到 顾客如果要购买这批货物 只能通过乌克兰普利瓦特银行付款 与此同时 据媒体报道 2011年12月 当美军大规模撤出伊拉克之后 伊拉克市场上也曾经出现了大量的美军剩余物资 其中就包括M2E单兵战斗口粮 这种既方便携带 又能填饱肚子的特殊商品 远比其他剩余物资更为畅销 引发了伊拉克民众大量抢购 其实我们讲说到各国的单兵作战口粮 这不仅仅说是一顿饭的问题 在它背后的研制 还有很多的科学英具 你比如咱们中国人都讲的什么 吃口热乎 那么关于在现代的这种单兵口粮研制当中 也有一项非常新奇的技术 那就是无火焰口粮加热器 在网友从乌克兰网站购买的 美军M2E单兵战斗口粮中 除了主食 配菜 零食和饮料之外 还有两个不明运途的软包 据军事专家分析 在软包的内部装着美军后勤部门 精细研制的一种神奇的科技元素 它就是非常神秘的无火焰口粮加热器 无火焰口粮加热器 主要由化学反应剂和激活剂组成 平时化学反应剂和激活剂通过软包相互隔离 食物时通过一定的方式使二者接触 发生化学反应并放出热量 热量以热传导和辐射的方式对口粮进行加热 具有代表性的化学反应剂主要有生石灰 铁 鱼 煤等 激活剂主要是水和氧气 而被加热食品主要以软包装罐头为主 如副食和米饭等 1989年美军提出用于2001年的 自加热器检方案 其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开发一种 适用于单兵快餐口粮的 无火焰口粮加热器 目的是实现时刻为前线士兵提供热食 提高战场饮食保障能力的要求 一年后 无火焰口粮加热器正式大量作为 美军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的攻击品 1991年 有4500万个无火焰口粮加热器 被运到海南地区 用于支持美军的沙漠风暴行动 使前线士兵在物理的环境下 仍然吃到可口的热食 鼓舞了士气 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可以说为了让战场上的士兵 随时可以享受到一顿热食 战争的后勤人员或者说后备人员 为前线这些士兵还是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 那么说到像咱们国家的一些单兵口粮 大家肯定也想特别了解一下它的发展历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由于敌机疯狂轰炸 破坏我军后方供应线 知识志愿军的口粮和副食供应 难以及时得到补充 为此志愿军不得不用炒面作为干粮 就着血水填饱肚子 艰难的与联合国军展开战斗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 青岛的一家炸油厂将炒面汇入少量的食用油和食盐 用压力机将原料压制成块状食品 研制成一种新型的单兵口粮 它就是后来民生大造的压缩饼干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 我国开始大量生产压缩饼干 受到极大的欢迎 然而压缩饼干由于品种单一 营养不够全面 为此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国开始仿效国外 研制罐装和袋装的单兵野战口粮 我国单兵野战口粮可以概括为二代 代表产品有侦察兵食品 各种单兵食品 普通单兵食品等 第一代为野战食品 有压缩干粮 脱水面条 脱水米饭三种主食 和三种罐装的副食构成 这些食品实际上 就是浓缩了官兵餐桌饭菜的快餐食品 它有饭 有菜 有汤 非常符合我国官兵的饮食习惯 而第二代则为陆勤系列野战食品 如零九世单兵自热口粮等 加入了更多的科技肯素 那么通过之前的这些短片 可以说咱们一起了解了中美的单兵口粮 那么接下来再去看看 另外一个军事强国俄罗斯 看看他的单兵口粮是什么样的 2014年9月 一名俄罗斯士兵 在著名的国际社交网站上 晒出了他所在部队一日三餐的真实图片 由此引发媒体轰动 有媒体报道称 国军火石顿顿都离不开燕麦 很悲催 而在其中一张图片中 可以看到除了普通的燕麦粥之外 俄军的餐盘上还额外增加了一根香肠 不过这根香肠是由淀粉 香筋和色素混合而成 与传统的俄罗斯红肠相差甚远 实际上长期以来 俄军的火石并不差 有媒体报道称 苏联海军台风级战略核潜艇水兵的一日三餐 都少不了黑鱼子酱 金枪鱼 巧克力和葡萄酒 这样的生活 甚至连挑剔的美食家也心持神榜 在2009年7月 中俄双方在中国境内举行了 和平使命2009年合军演 为了保证近千名士兵的饮食 国军还专门从国内 带来20名厨艺高超的厨粮 文番制作精美的食物 那我们看曾经世界第二大的大国军队火石 真的会像网络传言中说 就那么差劲吗 刚才其实咱们看到的 就是俄罗斯士兵的一日三餐 而说到俄罗斯真正配给部队的单兵口粮 那又是什么样的呢 俄军的火石与我军和美军都有很大区别 野战口粮也不例外 俄罗斯的饮食以粗糙和简单而能名 配方简单的黑面包 曾经是俄军最重要的战地口粮 据资料记载 二战中黑面包至少挽救了40万人的生命 维持了将近1000万人的战斗力 二战之后 俄军也研发了现代意义的战斗口粮 据媒体报道 俄军平时的基本口粮标准有6种 战食有10种 还有5种补充口粮 俄军条例中对这些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每个军兵种每日食品的供应都有据可查 与以往相比 俄军战斗口粮的食谱中增添了更多的肉 鱼 黄油 香肠和乳肉 如每人每天能吃到的肉达到250克 一名士兵在一年之内就要吃掉92公斤肉 不过俄军最新的战斗口粮 依然保持着重油重热量的船头 在其中最显眼的两个大圆形罐头里 装着俄军最重要的伙食 覆盖了厚厚一层淡黄色凝固脂肪的牛肉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德里特里·布尔加科夫表示 未来俄军士兵的伙食将更美味和多样化 因为俄国防部已经批准士兵伙食新标准 其中包括咖啡果酱和新鲜水果等 俄罗斯军队的饮食标准提升将使得士兵们大饱口福 从美军种类繁多的M2E单兵口粮 到中国独具特色的09式自热食品 再到俄罗斯油腻的军用罐头 它们的外观各不相同 里面包含的内容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却都是三个国家为本国士兵提供的最好的战场食物 透过一盒小小的单兵口粮 看到的却是未来战争战场后勤的发展方向 未来这三个国家的单兵战斗口粮究竟还会怎样发展 仍然需要我们拭目以待